护炬被誉为上海的声音 在上海的市郊一直有一大批护炬迷 年轻时在田头听着护炬干农活的平贵琴 如今扮起了一个护炬沙龙 护炬沙龙 平贵琴自己出钱买了各种音响设备 还买了铜骨 杨琴 大提琴等 看着他对护炬的喜爱 很多人却不知道他曾经患过一场重病 我开到日我现在当人管 我现在我晓得到日收到的 我晓得落得起了我家 我晓得 你觉得心里没哭闷了 火了火了都不烫 我现在走不出来 你怎么又碰 碰着碰着的 起来结束了 开着了 就是告诉我三毛病人 现在这个音音走不出来 人管一三毛病 等了我的海上 在我家买了 我这唱五节咋 我就一起来得 零的零的零 我想一直感到 不要再想我想 在我家买了 家买了 子啊 子 你子 你人家买了 妈妈买了 家买了 我家买了 做啥 祝你阿姨 老公 就是 静神的 我家买了 我家买了 在家买了 所以要买了 我家买了 的一个组成部分 空闲在家的时候 家里总是伴随着护具 连最喜欢的衣服 也是护具的演出服 我做了几包 又做了十八截 六张做了十四截 那个六张两套 两套就是 个阿兔菌子上都一张 那天几包 我做了十八截 那这一一出没了啊 那这没穿十几千十 那这没穿令台上上 一套 那这没穿新疆动物 那穿新疆之符 做演归人了 我做西非就是穿港匠 几年来 由平贵琴创办的护具沙龙 为社区街道敬老院 演出了禁白场 在他看来 是护具帮助他 走出了绝望的阴影 我已经上毛病了 已经哭了 九年坐在地震里 毛病开到地震里 我上这个毛病 把那个人 好像是开日到的 十十年你们走他走他 我给他唱戏 我给他开心 新人开心 就是说 就好了呀 毛病啊就是说 没有了毛病 我想了呀 就给他开心 张琴心与护具结缘 是在他年轻的时候 那时家里有个收音机 妈妈喜欢听乐剧 爸爸喜欢听平弹 他却独爱听护具 男人叫他 我老爱情听 要比较努力听 跟着我说 我爱记了 就老找我了一笔 咚咚 咚咚 三个两次 也叫做好 我就一笔听一笔记 那么记第一笔记不落了 那么第一笔听了也记 像底冲一样 等两三笔听我来的时候 这个唱就举不 举好了 跟着我说 我就哼了唱了就 就对这个唱就已经做学了 此后 张勤心惊异地发现 户具音乐竟然有那么多的美妙 在他看来 简直就是精美 一个偶然的机会 他找到了专业古板师 王宝华老师学敲板 这一学就十多年 我觉得靠北来 一基本就是一种集中的变色 三个两个要清一笔 三个两个要健康一笔 那又当成最白的两个 整个一笔 扎扎扎扎扎扎个大一个 追过两个一笔 一定要靠清爪 把一个一笔 追了清爪 一笔长得好 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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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追一笔 最难的最难的那样子 以前的户具界很重视鼓板 它是唱腔的鼓架 用它指挥乐队的节奏与速度 所以 不是只要敲的响就能敲板的 敲板人自己节奏精准 才能去带动乐队和演员 最重要的是 敲板人要熟悉护具曲调 了解什么曲调 什么版式 对于护具的痴迷 使得张先生把时间都花在了护具上 家里的事就顾不上了 迷恋护具二三十年 张先生还有一件很得意的事 他所收集的护具录音 有不少就连广播电台也没有 对于护具录音 我不是个本宗子 一抹人 它都了 就输货它了 那么我也要保留到一个 有这块资料 你干嘛我 要要飞 飞出来 要我 我没死 是吧 因为在护具录音 因为在护具录音 没死 全部能够保留 不放 有个种种 我觉得 但一个东西要两种的 一个倉强领出来 这个倉强领出来 这个倉强领出来 这个智慧就那是个二十块 过去不到什么 我母大人啊 帮着弄远 探开乌云 哭起听起 你 护具 是上海人的流行曲 是上海人的音乐剧 是上海社会风貌 与大众精神的艺术展现 滋润 慰藉和关爱着 一代又一代上海人的心灵 对于护具 很多人都有美好的故事 说起护具 真的叫人有种说不出的 轻快与舒畅 仿佛有一脉清泉 从新田里欢快地流过